那以往呢在我们做训练营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很经常遇到大家问到关于痘痘遮瑕的问题 要不然呢就是颜色不对 要不然呢就是遮不住 或者说遮住了过一会儿痘痘又露出来了 应该怎么办 我们今天来系统的讲一讲啊 那其实我自己呢也是一个比较偏油性的一个皮肤 也会长痘痘啊 那刚好我今天这里呢 大家能看到有三个浅浅的连在一起的这个痘痘 这三颗呢它是处于刚刚已经过了最严重的发炎红肿的阶段 有点快要削下去了 不过我们也是能够用它的这个色差去做一下示范 那同学们通常会遇到的 第一就是颜色方面的问题啊 那你们可能会觉得有些痘痘你遮了之后 要不然呢就是脏一块 要不然呢就是这一块的这个颜色比周围的颜色浅 其实这个就是选色的问题 那么我们遮痘痘应该选用什么样的颜色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和你周围的肤色能够融入在一起 就是一模一样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用这种可调色的 一深一浅或者一冷一暖的这样子的一个遮瑕膏 去做一下调色 调色这个比例 每一个人的肤色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只能给你一个大概的指导 所以大家在调色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多去练习多去摸索 多去尝试 你就放在这边去对比一下你周围的这个皮肤 当然我们做痘痘遮瑕的时候呢 是你做完底妆之后 也就是你的粉底液上完了之后 最后一步你再做遮瑕 然后最后呢 遮瑕完成了 我们再用蜜粉或者粉柄去做定妆 你的底妆就完整的做完了 所以也就是说 你的遮瑕颜色要和你周围的皮肤上完粉底之后的那个颜色 保持一致 或者说你可以深小半个色阶 但是切记颜色不能比周围的浅 就是说最好是一样的 或者稍微深一点点 可是它不能比你周围的肤色要浅 因为从色彩的明度的这个原理来说 那当我们用到一个颜色 它比较浅的时候 比你周围的肤色要浅 例如说像这种颜色 或者中间这种颜色 那么它就起到一个强调的作用 你就相当于给你的痘痘打了一个高光 但是呢我们相反 如果用到一个稍微深那么一点点的颜色 它就相当于是打阴影 那么这个时候在痘痘这个区域 大家知道痘痘通常它都是立体的 都是凸起来的 所以我们不想要再去把它强调出来 那么深色让它稍微长得低调一点 稍微平下去一点点 是好过你用亮色的 记住吧 所以调色的部分大家自己多去练习 一伸一起你自己去按照你的比例 去做尝试 熟悉了之后 你的调色就会非常的顺畅 非常的快 所以这个是颜色的问题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是质地的问题 什么是质地 你看我们现在拿的这种 这个叫做遮瑕膏 这个叫做遮瑕膏 这个也叫做遮瑕膏 遮瑕的这个产品 其实它分很多类别 有遮瑕液 有遮瑕蜜 那它们的质地方面 都会比我手上拿的 这些高体的遮瑕 要更加的有流动性 要更加的润 要更加的轻薄一些 但是那些产品 都不适合用来修饰痘痘 我们修饰痘痘的话 你知道痘痘它是一个发炎的状态 所以呢 你的皮肤啊 我们放大来看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是它是有可能是会被撑开的 因为它在发炎的过程当中 你的这个痘痘是会越长越大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有脱妆的风险 因为它把包裹好的这个遮瑕 可以给它撑开了 就是我们把痘痘放很大 去看看它的这个细节是这样啊 而且呢 我们在发炎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的皮肤的局部的一个温度 它也轻微的 会比周围的皮肤要高 那么一丢丢 那大家知道 当我们的皮肤升高的时候 第一是出油 第二就是脱妆 它也是一个导致脱妆的原因 所以说当我们遮痘痘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是精准遮瑕 你不是遮一片 而是做点状遮瑕 一个点一个点的 去做你的遮瑕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它对你皮肤整体的一个 是否卡粉啊 是否细腻啊 皮肤纹理这样子的影响 其实是小的 因为它毕竟只占一个点 以你全力来说 它不是一大片的遮瑕 所以大家不要的 刻意去找这种滋润的遮瑕 哪怕你是偏干的皮肤 你遮痘痘也请你 一定要找那种比较干的 高体的遮瑕 因为高体的遮瑕 这种产品 它的里面的一个粉状的组成 是多过于它的这种水分的 油分的 保养成分的一个组成的 也就是它含的干粉比较多 那干粉多的情况下 它就能在你这个位置 扒得比较牢 能够待得更久一些 不容易滑落 不容易脱妆 所以大家尽可能记得 在质地上 我们要找尽量干的 高体比较硬的 这种产品去做遮瑕 这是两个最大的重点 只要你能够把握到 这两个重点的话 那相信你的遮瑕的持久力 和妆容的完整度 都会已经有一个 很大的提升 那我今天顺便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用的是 毛克萍的 无瑕精准遮瑕膏 那他们家的 这个单色遮瑕 其实本身就是 为了豆豆和小面积的斑点 就是点状遮瑕的产品 去做设计的 它就适合一个一个点的 做这种很细微的 很精巧的遮瑕 那么我们配的刷子 你也一定要去买这种 品牌都无所谓 你只要买到这种 小小的遮瑕刷 或者细细的眼线刷 都是可以的 纤维毛也OK 天然毛也OK 我的这个色号是801 它们一共就两个色号 一浅一深 我的是比较浅的 那如果说 你的肤色刚好是 在两者之间 那你就买两个颜色 你去挑就好 我们现在呢 沾取这个膏体这些 你能够看得到 你看 我用手去蹭一下 你看它的这个膏体 是非常非常的干 你看我在手上 蹭一下 它几乎没有什么延展性 你看到吗 我都延展不开 它就是比较干 这样一个质地 我们用这个小刷子 去点点点 点好了之后呢 咱们就把它点在 你的痘痘上 要很精准 点在你的这个 痘痘最突起的位置 三个都点一下 也就是轻戳 你这个鼓出来的 这个小包 把多余的粉呢 多余的遮瑕 在你手上给它划掉 让这个刷子 尽可能的越干净越好 这个时候我们干嘛呀 我们去轻拍 不要去蹭哦 你就轻拍 然后呢 以转圈的这个形式 也就是比如说 这是你的痘痘 我们就拍拍拍拍拍 绕着它去轻拍 绕着这个痘痘 凸起来的位置去轻拍 明白了吗 只有你轻拍 你才能够保证 你把遮瑕膏 还是盖在你的痘痘上的 否则的话 你去刷它 你不就把它扫开了吗 好 然后周围如果说 大家会觉得有 不够匀的地方 我们就用这个刷子去扫 那当然这个时候 你扫的其实已经是 豆腐的周边了啊 不是扫豆腐上 所以你给大胆的去扫 正余的粉 我们就不要浪费 如果说周围 还有什么不均匀的地方 你都可以轻微的扫过去 这个遮瑕膏 它真的是质地很干的 你就是你 如果说你有一阵子 没有用的话 你再打开它 你都觉得很难取粉 就真的要到这么干才可以 所以呢 你看我们之前 推荐过好多次 做过这个Crowland 它的这个推荐和教学 好多同学就说 冬天根本就取不了粉 因为它的质地比较干 它就属于我推荐的这种 能够去做点状遮瑕的 那如果说你要去做 面状遮瑕 大面积你就特别干 甚至是让你有卡粉的 这样子一个状态 你就要混合一点粉底液 或者混合一点妆前乳 把它稀释一下 再去使用啊 好大家看 现在这个是我完成的状态 这三个豆腐就消失了 真的是你很近距离的去看 都基本上 所以看不出来 然后如果说呢 你的豆腐泛红好严重的 你就用这种粉饼 去给它做一下定妆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泛红还好 你遮瑕完你已经觉得看不出来了 那你就用蜜粉饼去定妆 它的区别就是 粉饼会再增加一层遮瑕力 会再盖一层 你看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 怎么样 大家学会了吗